柯文哲深陷的争议还有金华城报告冗机问题 柯文哲先前没有否认和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见面吃饭 那么依法就要知会阵风机构 不过呢阵风除之战时并没有相关的记录 如果这几个案子背后有什么金流不当利益的话 那柯文哲跟他的民众党 那么四个字立刻下市 财刚虽然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如同全额交割股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在加码说柯文哲有立刻下市的危机 因为国民党议员游淑慧再报 柯文哲和财团主席审庆金会面都不曾依法登陆 柯市长他在见金华城的主席的时候 有没有做过廉政登陆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没有 根据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第七点 公务员不得参加有利害关系者的饮宴应酬 不过如果是因为公务礼仪或民俗节庆等理由 则可以签报长官核准 并知会阵风机构后参加 而阵风机构收到相关通知后 应该立即登陆建党 阵风出政时没有登陆 柯文哲也不曾否认会见审庆金 难不成是密会 他过去一直说公开所有的会议记录就能知道 但是你都没有登陆 我们要怎么样去公开呢 都没有人知道就叫做密会 那密会谈什么就瓜田里下 他这个死样子死个性 这次就踢到铁板了 不做记录 也不像相关的政风单位来做回报 那这之后难免起人疑斗 是否有见面为何没登陆 民众党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还得等待检调深入调查 才能让真相大白 记者吴全学林汉婷 台北长官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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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